謹 不履邪境 不欺暗事 明朝有位洋主 他是江蘇無縣人 官做到了上蘇 有一天晚上做夢 夢到自己在一個園林之中游覽 那順手呢就摘下了樹上的兩顆梨子來吃 嗯 好吃 呃 醒了之後 自己就痛哲了自己說 我就是平時對於意和利認識不夠清楚的緣故 才會在夢中夢到了偷吃人家 園子裡種了的椅子啊 並且 洋主為了此事 懲罰了自己 好幾天都不吃飯 有天 明朝有標想 期待在明朝有時候 沒聽話 發音 有水 什麼